欢迎大家回到 980万台财经起传 好 请不吝点赞 我是陈凤馨 每个礼拜二路港湖解析 在我们现场的是 财经专家古怪教授 谢陈彦 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不过呢 这个在进入分析之前 我们还是看一下 台北股市的一个情况 台北股市真的是气势如虹 昨天呢继续上涨了 131点 收盘指数16636点 涨幅0.8% 成交金额3397亿元 如果以月平均值来讲 还是超过了月平均值 但是跟过去这几天的 疯狂相比的话呢 这个量是出现了 一点点的收链 不过OTC被带动了 昨天的OTC呢 上涨了3.25点 收盘指数是215.98点 涨幅1.53% 成交金额是829亿元 好 在我们现场的是 谢陈彦 陈彦 怎么来看台北股市 其实整个五月以来呢 台北股市上涨 已经超过了1000点了 那么这样急行 尤其是过去这一个礼拜 那这样急行军的一种走势 它到底能够走多久 这可以把它称作 叫做麻花卷行情 就是黄仁勋来台以后 所带起的一股旋风 因为大家都注意到 他手上拿了一袋麻花卷 就那个灵卷 他去饶和夜市 买那个麻花卷 所以我把它叫做麻花卷行情 对对对 就黄仁勋效应 对黄仁勋效应 那实际上 如果我们仔细来看 它当然不光只是一个 所谓的议题的炒作的行情 因为从几个面向来看 第一个就是 外资这一波回头 买超台股的力道 确实相当的强 这个不能否认 然后呢 在这连续买超当中 推升了台股的一个走势 那当然第一个 我们会去思考台积电 那过去如果外资回来 只有买台积电 坦白说对台股整体的 效益是不大的 你了不起就是把指数推上来 但是大家比较无感 但是这一次我们会发现说 台积电推升的同时 基本上整体产业的布局 它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性 怎么讲 很简单的 就是我刚才为什么 从麻花卷做一个开头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AI概念 从Chair的GPT 整个带动上来 像昨天以Chair的GPT概念股来讲 涨停既然有多档涨停 像智邦啦 英叶达啦 陈启 四星跟普瑞 这都属于Chair的GPT概念股 直接拉到涨停板 所以它并不是没有实质效应存在 然后再来就是说 当台积电在涨的时候 到底台积电相关的 整体的概念股 有没有上来 因为五月初的时候 台积电在半导体技术论坛上面 谈到未来整个半导体产业发展 未来七年半的时间 大概可以再成长70% 整个半导体产业 尤其是着重在HPC 就高速运算的部分 还有车用这一块 那加上昨天其实非常重要的是 黄仁勋跟蔡立行 那他们联合 就强强联手 强强联手 车用晶片 所以未来的车用晶片 不像我们过去所理解的 它不过就是一个让车子启动 然后控制这个油门啊 里程速的一个晶片 它包含了智慧坐舱所带来的 感觉这种体验 所以不是车子在运行 所需要的晶片 这个当然还是在 对那个是其他的需求 而是他们要打造的是 你在车子里头的 就变成了车子就变成了电脑 所以以后老公就更不想回家了 因为车子更迷人 你为什么不说是老婆 更不想回家 也有可能哦 刚好一人一台车嘛 所以这个我要讲的就是说 这个加速 推动整个AI产业的发展 其实是目前我们在台股 上涨的过程中所看到的 这些核心股票的变化啦 所以你说 这个那这样一直冲 冲到哪里 坦白讲我们也先不预设立场 而且因为这些股票本来就是 第一个外资就喜欢的 然后第二个自营部也喜欢 然后第三个投资人也喜欢 你假设说今天涨钢铁股 可能大家还会有点无奈 就对不对 资深的股民会觉得说 我去买钢铁 对吗 自营部会觉得说 这种股票不是我们过去喜欢操作的 那也许外资说 大环境是这样 什么他就买 但是这一次我们发现 内外资也好 投资人也好 涨的股票是大家很喜欢的 非常喜欢的 再加上我整理了一下 我发现 就以加权指数前一百大的成分 尤其是电子 我特别以电子为主的话 实际上三分之二的本益比 还是相对偏低 高低当然我就很简单 抓一个二十 做一个蛮武断的一个分界的话 就普遍大家都还是低本益比 然后高本益比可能 比较存在在OTC的股票 那所以这样看起来 加权指数虽然指数的位置 目前是来到了持续的 超过一万六以后 持续在一万六千六百多点 这个地方 但是就加权指数 就就个股来讲 我们当然不会用数字的大小 而是用本益比去做一个评断的话 我觉得基期上来看都还有表现的空间 所以只要黄仁勋最近买挂包 他说最近吃挂包 看我挂包感应酷 所以你从外资的布局 那可是这里面你就 这里面就超出建议一下 因为昨天的半导体概念 他的涨幅就跟不上大盘的涨幅了 没错 当然这里面还有 还有所谓股本大小的问题 那我个人还是比较着重在 伺服器整体相关 因为这个议题是确定的 这个议题是确定的 然后它的发展性也很明确 我个人是 还是会以伺服器相关 那伺服器当中 当然比较有利的 还是在这个高速传输 不管你是光通讯 还是高速传输晶片 还有比如说 伺服器 网通设备这一块 然后还有散热 这几个还是比较明确 而且需求还是比较大 加上相对股本没有那么大 那么当然这个AI的这个时代 在硬体上面的需求 其实台湾真的是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但是在入港股的部分 它就是完全两样勤了 尤其是香港恒生指数 它已经跌破了 今年初的这个起涨点 然后呢 甚至于可能要去下探 去年十月底的时候呢 的起涨点了吗 那我们这边 其实先打一个问号 可是它的跌不休 确实是反映了 这个很多的问题 到底反映了哪些问题 而上证中和指数呢 其实也是相对的 它其实并不是表现强劲 跟今年初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起涨点比起来的话 其实只有小涨 怎么来看待 好 当然 等一下我们会再回来讲一下AI 我先回答这个风云姐在讲 恒生跟国企的一个问题 现阶段 大家我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就是说 如果不记得 我们其实到时候 大家也可以去回看影片 我记得在 那个 去年底或是年初的时候 我们在谈今年整个 整个疫情的一个变化 我说其实不可能一风 然后就结束了 我说一定会有第二风 第三风 但是应该会风风低啊 就是说这个高峰的数字 会越来越低 所以蛮有趣的 就是在 五一长假回来之后 其实我自己也 坦白讲也有点 也忘了这件事情 去讨论 去追踪这个事情 但是最近 突然之间 大家就发现说 怎么感染人数又变多了 就在讲中国大陆 甚至看到核酸停 那你知道这是一种 心里面一种很可怕的 一种感受 就是说过去三年 我们生活在这种 被封闭的一个环境当中 我们每天都要做核酸检测 大家还记得有所谓的 这个识别码 对不对 那这个日子 把经济的冲击到 这个无以复加的 严重的这种状况 那我相信 这三年的一个经验 已经升值在心里面的恐惧 所以核酸停一出现的时候 其实大家会说 完了 那又要回到 过去那个吗 这是最近 第一个最大的一个冲击 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 其他你说 大家会说经济数据疲弱 没有预期大好 那但是这些数字 第一时间出来的时候 股市并没有出现 真的很严重 它就是平盘整理 所以你觉得是疫情在起 这件事情引发了恐慌 对 然后疫情在起这件事情 我第一时间想说 靠 就是我已经忘了 就是说我在年初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是 我估计应该会有至少三风 三次的疫情的一个传染 然后 然后因为后来就再也没有 任何相关新闻 就我们就慢慢的就忽略了 就以为就完全都过去 对 然后我们就专注在分析 这个股市啊 经济啊 资金的流向啊 等等 但这件事情再起来 确实会给市场 尤其是外资 我觉得对外 对内资来讲 你看这一次讯息出来以后 国企跟恒生修正的力道 是特别强的 那反而上证啊 深圳虽然有跌 但它没有跌那么多 为什么 因为之前反正也反弹 没那么多 所以它修正的力道 也没有那么大 但是对外资来讲 为什么会大涨 为什么它会去买 是因为你解封了嘛 嗯 对不对 但是一旦 你有可能再重新回到之前 感染的那样的情况 你有没有可能突然之间 又封锁 你会不会又转为动态清理 哇 那个其实蛮可怕的 你觉得会吗 坦白讲 我觉得不会 你觉得不会 只是大家会担心 对 那因为现在 当然我也是从资料上面去观察 不是说 我自己个人的 的这种情绪啦 或什么 或是说 我也不希望 当然我也不希望 但因为目前我们从报告上 两个来看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一次感染 大部分年轻人为主 而且轻症 而且是第一烧 就是说 它虽然发烧 可是温度相对是偏低的 那当然如果是第一次感染的 还是相对高烧 跟去年底的症状是差不多的 但是第二次感染的 目前发现就是 就是流流鼻水啊 喉咙不舒服 然后稍微低烧 而且它的传染力 已经大幅度的下滑 这是目前看到的 那为什么大家会害怕 因为看到核酸停 核酸停这件事情 确实是蛮吓人 那网友当然就有人 开始对呛嘛 有人对赌说 我跟你保证 绝对会开始 又要开始强制核酸 真的哦 真的会有人认为会哦 会强制核酸 那有人说 那当然这个讯息就新闻面 他们一直的方向是说 目前还是自愿 自愿核酸 这个 那当然我觉得还是 同样我们之前讲 就是说 你一波一波上来 那你只要高峰 的高度越来越低 其实这个问题 在今年慢慢会过去 所以你刚刚讲的 那个一峰一峰 不是股市的高峰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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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指疫情的高峰 疫情对对对 所以他现在是第二波 对对对 那第二波还会产生恐慌 会那这个恐慌 如果能够度过去的话 才会有股市上面的 信心上面的回稳 对真正的回稳 才有才会有机会 好所以这里面 所以疫情这件事情 疫情再起 你如果看最近的 那个下跌 确实跟那个 疫情再起的相关 新闻的时间点 是比较吻合的 好 所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再来看 那相关的操作 应该要如何的注意 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 财经起传 好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现场的是 财经专家 国外教授 谢晨彦 也非常欢迎 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晨彦刚刚提到了 就是这一波的 港股的拉回 然后就最近这一波 因为其实港股 从年初的时候 拉回已经有一波了 那现在这一波呢 是更近一波 跌破了两万点之后 速度变快 这样子 那么里面有一个 很大的原因是 第二波疫情再起 可是经济基本面 真的没有问题吗 因为四月的经济数据 公布了之后 其实比预期要来的糟的 就不管是 就算说是消费支出 就民间社会消费 是成长百分之十八 可是你要看去年 机器太低了 这个百分之十八 好像反而不如预期 然后更不要讲说 规模以上工业利润率 然后这个工业生产 等等等等相关数据 好像都没有预期来的好 这真的没有问题吗 好 我们从几个分 等一下讨论几件事 第一个我先把 这一个经济数据的一个问题 特别跟大家说明 第一个我觉得疫情的部分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 去做一个 很直接的一个结论 因为毕竟我不是 这方面的专家 所以我们只能去做观察 到底蔓延的速度 跟它影响的状况如何 能不能有效的去解决 或是扩散 当然在年初 我们就一直谈到 疫情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 预计三波 那这个峰值应该会越来越低 对整体经济的影响 会越来越小 那第二个实际上 我还是保持我今天年初 在讨论整年度的一个情况 我说真正比较有机会 出现的行情 应该还是落在第四季 因为你不太可能 在经济封锁三年之后 你的消费力 你的工业生产 有一个快速的回升 而且中国也没办法 脱离全球经济的一个表 的之间的关联性 那包括现在中美之间的一个紧张关系 中国加一的这种模式 以及外资撤离 这些都有待解决 还包括还有地方债的问题 他不是一口房地产 地方债 这都不是一口气能够解决的一个状况 所以一开始 大家对于经济数据 的乐观的一个态度 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存疑 比较存疑 当然对我来讲 我觉得今年是一个打底的时间 对长期投资的角度来看 它还是一个机会点 当然只是说 刚才讲的这些问题 它在今年是不是能够有效的解决 如果可以 当然对明后年 甚至有没有能够改变中国这种 扭短雄长的这种股市结构 如果真的能够有效的改变 或许能够改 能够变成 可能还没有办法一下子变成牛短 牛长雄短 但是至少牛市存活的时间 可能会比过去我们所认知的 还再长一些 因为它会改变整个结构性 还有所谓数字的真伪 或者是过去有太多 在台面下 没有办法去讨论的这些风暴 这些都能够依序解决的话 我对于中长线 来看我还是相对比较有信心的 但现在还是在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就是中国大陆的市场 跟股市跟美国股市刚好相反 美国股市是慢牛快熊 所以牛市的时间都很长很长很长 然后熊市的时间就结束了 那可是中国大陆的情况是熊市的时间可能很长很长很长 然后快牛啪一下子就冲到高铁 然后就结束了 然后就很快就结束了 所以这个慢熊快牛的结构能不能够转换成为慢牛快熊 其实对于信心也很有影响 对那我觉得今年整体的打底其实还蛮重要的 如果说这些经济的这些成呃吗 这样念嘛 就是说成呃 是这样的 然后就是这些问题能够依序的解决 我觉得才有机会 要不然就还是一样嘛 看起来没问题 它只是盖起来而已 没有没有问题 盖起来看不到 不代表不存在 过去一直都是这样 那这一次的解决其实很痛 整个 有点鲜锅的味道 对而且它几乎是把锅炸了 要重盖 重做一个锅这种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那当然回到投资面来讲 我觉得从两个角度去看 一个叫主动 一个叫被动 主动是什么意思 就是呃 现在AI很强 包括在呃 中国大陆一样 甚至有网友被骗 骗了四百多万的人民币 这个很吓人 就是只是跟诈骗 不小心说了一段话 试讯 而且他跟对方是视讯 然后对方是他的朋友 然后所以你会怀疑吗 假设今天我太太打电话给我 跟我讲了半天叫我汇款 我能不会吗 哦大概是这个逻辑耶 所以这个 他给你个陌生账号 你就不会汇 太可怕了 没有当下 因为视讯啊 这是视讯耶 当然现在我们就知道 任何人跟我讲电话 我都怀疑你的真实性啊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 视讯哦 视讯即便我视讯打给凤鑫姐 凤鑫都要小心说 你是不是真的谢陈彦哦 对不对 那所以 AI股还是很强 包括韩武技 上个礼拜涨了16% 还有包括神州太越 还有紫光股份 如果大家比较熟悉 大概就韩武技啦 紫光股份啊 中科述光啦 中心通讯 三峰智能 这些还是很强 所以他的 AI概念股 其实跟台湾的 AI概念股的强度 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 这个就全球的产业的 一个发展 而且 都是强 至少目前来看 中国 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制裁 是晶片 那他没有办法去制裁 他AI 在这个领域发展的 的部分 这个部分 的掌握度 其实相对是比较低的 所以他们可以在这个部分 比较有效的去发挥 但是这个部分 你比较没有什么ETF啦 或什么可以做 就看 你有没有 个别股票的账户 你就可以去操作 这些相关的股票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 就是说 另外一个最近 涨得比较强的股票 叫做 中特估 什么叫中特估 那个中国特色 估值偏低 就中特嘛 中国特色 估值偏低 其实简单来讲 就央企 就国企股 那这些国企股 长期以来 估值本来就偏低 那现在在这样的一个 氛围之下 民营的状况 当然大家会比较担心 就中特估 这是一个 那这种比较有机会在 比如说香港高股息 里面 就几乎都是 就很有机会 因为中特估的股票 大部分配息比较稳定 那有金融的 有基础建设的 这一类的 那这 那这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 我刚才讲主动跟被动 主动我就去挑 AI概念股 我顺着环境的主轴来操作 被动的话 当然我逢低 承接 那我逢低 承接 可是其实中特估 这些股票 一旦市场稳定以后 他就比较不受青睐 所以他走不久 应该是说 他走得久 但是 那个 那个就是 幅度会受限 对老夫老妻 就走得久 但是比较没有激情 感情比较淡 感情比较淡 老牛 老牛 对 老牛 然后要配嫩草吗 也不对 但基本上 中特估的股票 但他有一个特色 大家比较忽略的 是他的配息 其实都相对好 而且稳定 其实有一点像我们的 中华电信或中钢 中华电信或中钢 就是说 你很少看到中钢股价 一动 哇 哇 啪啪啪 大幅度的一个 很高比例的一个上涨 但是他可以走出一个 长期的 多头 也没有问题 但是幅度当然小一点 但是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配息 所以我觉得说 现在另外一个 在今年 我觉得被动的角度来看 主动 刚才我觉得AI 肯定是主角 这个我觉得今年 肯定是 而且这一块 美国很难去限制它 很难 到目前为止 因为要限制AI 你要限制的是什么 你软体的部分 专利的部分 AI发展有三个 数据 硬体跟技术 那数据中国自己有 然后再来硬体的部分 当然你说 不是有限制吗 可是 那个NVIDIA 有给他A800 那你说技术 他们这一块 美国也没有特别领先 所以 所以这个 为什么这一块 是在现在的大环境之下 他们可以去发挥的 这是这一个 那另外一个 我说被动 就中特估 高股息 所以像香港 高股息 里面 比较多 这种所谓的 中特估的股票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来讲 虽然说 相关的指数 ETF 最近是相对比较疲弱 但是因为 我觉得主要还是疫情的问题 所以只要这个部分的恐惧感 能够慢慢下滑的话 实际上 我觉得是不用太过担心 那所以就被动的角度来讲 你能够有比较好 殖利率的投资的话 那这个时间点 应该还是比较好布局的 所以你觉得 他地方债的问题 还是不会成为最后的炸弹吗 地方债的问题一定会 但是他 那个炸出来的威力 就像战争久了 那我们找到的那个弹 虽然爆 可是他 他久了以后 有时候甚至是一个亚弹 的概念 当然 当然这个我觉得还要持续观察 我也没办法 不敢那么武断的 就是说 他会是或不是 但你觉得到目前为止 还在他可以控制的范围 对 还在可以控制的范围 好 所以呢 刚整体来看呢 就是 当然疫情再起这件事情 我觉得最重要是心理上面的恐慌 你觉得这实际观察行为 好像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我觉得心理的恐慌是存在的 那可以再观察一下 他的后续发展了 对 我们要非常谢谢古怪教授 财经专家 谢晨晏 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休息一下 马上我们回来 我们八点钟的节目 看一下国际 哦 我下午 不去 不要 使用 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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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